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這個是古幣推推樂第三代 我們之前玩過他的一代二代 那三代呢似乎就加了一些新要素 來看一下啦 來啦 哇這邊要消滅妖怪 我們加入一個多人的模式 他這裡多了一個這個大富翁的要素 之前第二代有很多類似禮品的東西 然後獲得的話他有錢跟一些經驗值 那這邊則是骰子 骰子下來呢他會骰 然後上面就會往前 唉唷 我們遇到BOSS了 御用 藝人 我們要解決他 哇還有障礙耶 有那個梯子防守 喔還有兩邊梯子 那個東西會被他噴下來 好好解決啦 我現在大概沒什麼用處 我這個硬幣投的很少 我們幫他們吃彩子 我們到那個很像賽錢箱的部分 喔這整桶的錢喔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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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豐收 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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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鑽爛了鑽爛了 喔妖怪出現了 哇哇哇哇哇哇 好賺好賺 喔賽好讚喔 OK來接下來 喔這什麼雷電球 我會把那個錢給炸飛 來看一下我們的升級要素 首先我們先把盒子 加大一點好了 這太小了 提升能力 然後射程縮短啦 提升攻擊的吸力 這個其實 好像跟之前的差不多欸 這個特殊能力 我們進入jackpot 這是一個狂熱模式 會有超多大量的金幣一直往前 有啊 然後總獎金是1000個硬幣 所以這個推得很快 欸來了 這邊哇有19格欸 大家很會塞金幣進去 20個20個了 趕快拿獎品 我發現它下面其實有一個終點線欸 各自的那個跑的速度其實不一樣欸 所以代表 每個人走到鏡頭 走到最左邊有一個G應該是終點 那走到終點應該是有獎勵 應該會結算我們所有收到的這些收集品 那像我這個走到一個 欸就是可以選擇的地方 然後我花100塊 增加大獎的數量 那其實划算欸 100塊這邊換了大概兩三百 那這邊很多這個小盼 小盼送到7個 在右下角就會發動這個jackpot 大家進入狂遊狀態錢就會很多很多 上面寫大陸大陸 這有點像那種 那種爬慶果啦 或那種吃小隻老武雞 重大獎的那種感覺 好多好多好多 我趕快收集 我現在其實最需要的是錢 因為錢需要升級 應該要趕快升級一些能力啦 加移動速度啦 增加我整個寬度啊 這個感覺是要到終點才有辦法 把這個 那些商品啊那些獎品 換成鉤浴 應該是要到最後才會結算 所以這趟旅程很長欸 目前走的好慢喔 哇我們這邊全體要進入這個jackpot模式的 大狂樂 四個人都分別進入一大堆的小盼 但在進入這個狀態 再拿小盼好像沒什麼用了 我現在也算錢嗎 不算錢欸 來囉 大狂樂一波 哇這邊很賺喔 我的這個箱子升級到一半了 升到四級 人家那個箱子就大我好幾倍 我們終於走到最後 那個門就是終點了耶 再往前三格 終於要到終點了 終點到底有什麼呢 我們這邊還帶一個夥伴 然後有人目擊 移動速度比較快 歡慶到終點 喔有結算了 我們帶了大概五百多個這個獎勵品 哇好多 他這是一次一大堆的勾玉耶 一百多個 然後我們的夥伴呢 還可以再塞一個塞子 有額外的獎勵 啊只有2 我們收集了一大堆勾玉 在這裡可以做一個大升級了 花一次那麼多 那是挺不錯的 不過我們要走到終點了 花了蠻多時間的喔 我們可以把很多很多的都升級 有加強那個地圖上一些格子的一些能力啦 這個比較便宜一個一個的都可以加 然後像這個砲管增加的 然後還有增加他這個射速的 這個都可以加 他會一直啾啾 我們剛剛的隊友就是這麼的誇張 我覺得我們可以 增成三格耶 這個雖然 畫的硬幣會三倍畫 但是我覺得很好用 那我們就把基礎能力這個全部都加一輪 還有這個自動瞄準 把這邊大結算了一波 然後呢他會繼續再從頭開始走一輪 目前然後更多勾玉呢 就是增加這個人力車吧 我們可以行走的距離會增加 這我們就把全部加一加 剩下有些多小判的多金幣的 然後這個骰子的加成也多一點 不過這個還好 這個到終點給的勾玉其實就多一兩個 這是要前期投資後期才會累積比較多的 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就有三管炮了 然後還有技能可以使用 我這邊按C的話是可以快速射擊 我在哪邊 這個天后等級怎麼變那麼低 他這個低的等級呢是看妖力的 我們現在的妖怪消滅紀錄現在是0.81 我們剛剛都是遇到超高等的 我獲得妖力變好少喔 他這邊直接加0.1欸 好之前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人家等級太高 我沒造成什麼傷害所以 獲得妖力超低0.0幾的 然後這邊按C的話就變這樣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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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可能需要冷卻60秒的 我這個打完很好用欸很強 他這個遊戲就是這種商店啊可以買東西 那我們剛才要有夥伴就要買這個法針 好像現在有800塊 這樣我們最後才會有一個隊友在那邊等我 然後我必須要再骰到一個位置 然後要剛好有一個女生坐在那邊的話就可以帶他走 那這個狗狗應該也是有一個道具可以讓他跟我走吧 那他其他工藝的話呢就是有這個造型的 我們開始這個讓人 然後也可以換成狗狗貓咪 然後兔子也有 然後將軍拉這些 喔好貴 然後下面這個花色也可以改 然後就是最下面那個PIN點的那個位置 有的變成櫻花的形狀 然後這邊一些裝飾型的 然後現在人力車升級之後呢 他可以再走加5的距離 喔兩倍骰子再加5 所以我們這邊會跑的比較快 骰子會跑的比較快 骰子增插 總共走9步 加的都比骰子還多 欸像這個敵人為什麼我們200多級啊 而且我的分數為什麼那麼高啊 我的成績怎麼那麼高 欸我成績3000第一名欸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啊 不過玩起來整體來說呢 其實跟二代還算差不多 這個大風其實就是隨機事件 我們二代也是蠻多將隨機突然冒出來的敵人 所以這倒是還好 可是他下面要走到終點 然後他講的一氣計算 所以他要讓你一次要玩久一點才有辦法解算這個勾域 二代的話是等級收集夠 就收集那些獎勵品會有一個經驗值條的 然後滿的話就會勾域 所以那個很常會一直有勾域一個一個出現 啊這個就是要一直走到底 不過還是維持一個很歡樂的演出 因為是那個JuggerPort的時候一個大狂熱狀態 加那個音樂真的很嗨 然後一直撿東西 對這遊戲最大的趣是看一大堆東西一直掉下來一直撿 就是你玩那種外面那種推幣機那種遊戲的感覺啦 這個遊戲如果一個人玩的話可能會比較無聊一點啊 因為就是要等東西掉下來需要一點時間 打怪他其實需要操控的地方 呃沒有到太多太多 啊還算是一個放置類的休閒遊戲 那就是撿骰子然後撿東西 欸就是還滿休閒的 沒事做的話可以邊玩這個遊戲 然後邊看個什麼動畫之類的 可以邊做一點其他事情 不用花太多的注意力在這個遊戲上面 如果跟朋友一起玩的話呢應該就可以邊聊天 然後邊動一動手 就是至少有一個簡單的東西可以玩這樣子 好的這就是推幣機的三代啦分享給大家啦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囉